歡迎來到JU的頻道 Hello大家好我是CHU 嘿嘿嘿 等等啊 OKOK 還是剛剛好 好 就是我剛剛去全家便利商店 現在的時間是7月26號的晚上11點多了 我剛剛去全家便利商店買了一罐鮮奶 但是呢 這罐鮮奶還蠻特別的 所以才買它想說來拍支影片 但是我發現了一件事情就是 這一罐鮮奶27號就過期了 所以說這罐鮮奶的保存機械只剩下25個小時 我要在25個小時之內 跟全家人把這一罐牛奶客光 我居然買到一個快過期的牛奶 我超傻眼的 這個牛奶叫做鮮乳房 很可愛 它的牌子名字超可愛 鮮乳房 而且很可愛的牛牛在這邊有沒有 你們看這個外型就是知道 很五花八門 很新疑人去買 但是為什麼我會買一個快過期的呢 你們看鮮乳房跟... 這什麼啊 鮮乳房跟許慶良牧場合作 這個XX就是合作的意思 他們製造出來的這一罐鮮奶 然後這一罐鮮奶上面呢 就是很多繪畫 我覺得超級可愛的有沒有 你們就自己看一下吧 因為自己有點太多 然後這旁邊還有那個... 許慶良牧場的一些簡介 我唸個大概就好了啦 他就是把牛當成家人 經營有40年了啦 他這個許慶良是一位先生 他非常非常照顧牛汁 所以說這個品牌應該是還不錯的 有受醫師現場把關 無成分調整 單一牧場 公平交易 這個就是許慶良的四大標準 四大堅持 對對對對對 喔...這個牛奶的價位是... 我有點忘記了多少錢 好像九十幾塊的樣子啦 然後有一... 有...幾...幾毛啊 有936毫升 喔...他的保存席線只有12天 難怪他那麼快就到期 原來是這個原因啊 還是牛奶的保存席線都很短 沒關係啦 喝囉 還買... 我很喜歡喝牛奶 所以就是... 這種牌子的我沒喝過 所以想說拍個影片 跟你們順便介紹一下 我的出物體驗 哇... 他這個牛奶的包裝 其實我覺得很像林鳳儀 但是他不是林鳳儀我想 因為林鳳儀在他隔壁隔壁 那個時候在過位的時候 林鳳儀還存在著 並沒有換包裝 聞起來我好像蠻能接受這個牛奶的味道 淡淡的 很像啊...有點類似光泉的味道 剛好我很渴啦 我應該可以喝個一半吧 這樣就不會有過期的風險 嗯... 牛奶味道蠻淡的 然後... 撐不上啊... 非常好喝 你們有喝過瑞瑟嗎 其實我還蠻常喝瑞瑟 瑞瑟的味道蠻重的 但是他大概是瑞瑟的除以二吧 光泉的除以一吧 應該是這樣形容 通常牛奶喝完 嘴巴都會充滿著一種牛奶的味道 但是他喝完的話 我覺得嘴巴的牛奶味沒有那麼重 真的還蠻淡的耶 他就是整體來說是一個非常清淡的牛奶 這麼單調的牛奶到底要怎麼介紹給你們 喔好難形容喔 這要怎麼介紹啦 你們自己去買來喝啦 你們沒有看牛奶的顏色 對就是跟杯子一樣白齁 很正常的顏色齁 可是如果說你問我下次還要不要買這個牌子 老實說我不太會買 為什麼我覺得 通常喝牛奶應該會比較解渴 可是為什麼我覺得 這一邊感覺有 悶悶悶燒燒的感覺 好奇怪喔 好像卡在這邊悶悶燒燒的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出小怪一點的耶 我只是單純看到他的包裝 就覺得很可愛就買了 大家可以去喝喝看喔 畢竟他有他的四大堅持 他也是做了40年啊 他把牛當家人看待喔 看看這種把牛當家人看待的牛奶 沒有任何調味的牛奶是怎麼樣子的 這是比較清淡 我只能這樣講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是這樣結束了 希望你配給大家一個喜歡 不喜歡不喜歡 要請朋友訂閱我 我是CHU 大家我們掰掰六 訂閱我需要你的訂閱 訂閱訂閱喔